財委會審議多個禮拜 獎者生活津貼計劃仍然原地踏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旨 扶貧和照顧獎者是政府施政的重點 強調推行獎者生活津貼 不代表不研究全民退休保障 我們現在這個獎者生活津貼 整個政府在安老服務方面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棋子 重要的一道 但不是最後一道 亦不會走了一步 我們不再看其他東西 這是一個重要的區點 所以我們再呼籲大法會議員 盤著一個包容的心態 募實的態度 盡快能夠批准我們這個申請 對於政府企硬不肯讓步 議員又繼續拉布 安老事務委員會就希望 雙方可以停止爭拗 政府和議員們 其實都現在都去到一個 好像大家互相義氣的爭拗 其實剛才所說的 怎樣做法這些細節 在大是大非底下 其實都可以先放在一旁 安老事務委員會的立場 就說我們盡快希望 通過了這次的財政撥款 亦都希望政府可以說 開一個空間 日後我們可以再談 政府已經向財委會 爭取在已經安排的議程外 加多一節兩個小時會議時間 討論撥款 又說若果議員希望通宵 處理撥款申請 當局會積極配合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譚宇宙報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